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607集 刘勇是个大盲人 但家里打来的电话他听得很耐心 听完李凤梅的话 刘勇沉吟了半天 小兰想分开倒是没啥 她有她的想法 总会不会让我们吃亏 我们也不让她吃亏 这事啊 你先答应下来 但要怎么分 等我去京城见过她才商量 自己家是怎么起来的 赚钱的服装店 赚钱的装修公司 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刘勇塞了五十块钱给夏小兰 用一辆二八大杠的自行车 涂着刘芬和夏小兰母女俩的破箱子 回七景村 给母女俩提供了一个栖身之锁 转眼 她聪明伶俐 还记情的外甥女儿 就把她一家三口 从裤脚沾着黄泥巴的乡下人 拽到了省城生活 机会是夏小兰给的 路也是夏小兰给铺垫的 刘勇都记在心里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她赚的钱也没有想过要留着自己用 小兰要是觉得 一直把钱混淆在一起 不好分开 肯定有她自己的考量 商都的服装店 小兰说给了 刘勇也敢要李峰梅收下 小兰要是想要她的装修公司 刘勇也不会皱眉头 刘勇在外面闯荡 比李峰梅学到的东西多 眼界也开阔了 赚多少钱不重要 可赚钱的过程中 学到了真本事 就算现在赚钱的公司没有了 刘勇相信 自己仍然能东山再起 因为赚钱的方法 她学会了 从装修的门外汉到如今的内行人 刘勇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学习和实践 同样的 商都的服装店怎么开起来的 从货员到装修 再到各种促销手段 全是夏小兰的主意 没有了商都的服装店 小兰能开启别的店 这是小兰的本事 谁也都不走的 刘勇没觉得外甥女儿 想撇开他们单独赚钱 她想得挺透彻 认为夏小兰是想把这个本事 交给她和李凤梅 不让夫妻俩永远依靠别人 哪怕这个别人 是夏小兰也不行 人都要靠自己自立 于奶奶说的 要断奶 刘勇男男自语 书上说得好 兽人以鱼 不如兽人以鱼 刘勇进修的 除了建筑装修 还有社会学 和各种客户打交道 他的文凭不高 当然不能停止 充实自己的脚步啊 刘勇看了一堆 乱七八糟的书 这些人生鸡汤 真是张口就来 有了刘勇的说法 李凤梅心底就有底了 刘勇在京城买房 不和他说一声 他生气 可这种大事 他还是会问刘勇 有了刘勇的意见 才有主心骨 夏小兰呢 其实没想那么多 受人以鱼的原因肯定有 主要还是嫌麻烦 各管各的 免得扯来扯去 生意要万一不好 他也不用对谁交代 以前合伙开店 是要托舅舅家一把 现在刘勇比他还有钱 他还一直拉着不放手吗 和陈希良大概讨论了 露娜的店面装修 商都服装店 当时受限于手里的资金不够 商都人都觉得很高档了 夏小兰却不是很满意 也是现在的消费者 见过的场面少 不挑剔 要不 就装修成蓝凤凰那样的店 都能一年赚小二十万华币 是在开玩笑吧 第一个不合格的 就是橱窗 大冬天的 也把门开着 冷风呼呼往里面灌 也没办法 要不 视线被阻挡了 路过的客人 怎么能被店里 五颜六色的衣服 吸引进来 这种店 必须得大大的玻璃橱窗 不阻挡视线 却阻挡 夏天的热浪 和冬天的寒风 不论寒暑 店里的温度 永远是那么适宜 顾客待在如此舒适的环境里 肯定想多逛一会儿 多试几套衣服 总有特别喜欢的 那就掏钱结账呗 冬天的暖气 夏天的空调 玻璃橱窗 和不惜成本的灯光 这些都是必须要有的 在85年 顾客没有那么挑剔 地摊上能买东西 乱糟糟的店里也能买 中档的价位 夏小兰给他们高档的享受 让他们觉得 在露娜买衣服高档 穿着有面子 从而记住这个品牌 就像夏小兰为啥总找 武行长办业务 武行长的服务精神 是超前的 夏小兰见识过 这样好的服务 自然不会去找别人 他们建过好的店 自然不愿意 去光照不足 墙皮剥落的小店买衣服 也只有在这种地方 原本只值十块钱的衣服 能卖出几倍的价钱 服装品牌的溢价 是很可怕的 至于 露娜的软硬装修档次高了 别的同类型服装店 怎么存活 不在夏小兰的考虑中 市场经济的大潮来了 用以前的老一套 来对待消费者的 早晚会被市场给淘汰 收入水平和消费观念不同 造成了消费者的分层 追求时髦服装的 本来也是收入高的那部分人 收入稍低的 也不会走进这种店 当然 夏小兰也不会赞成 品牌的销售员 去歧视低收入人群 看别人穿得不好 就不耐烦的 从源头就要遏制 培训销售人员也是学问 陈希良听得头大 姐 这事能交给你办不 她是分身乏术 一个人搞一大摊子 的确是顾不周全 这是陈希良的生意 也是周成的生意 夏小兰能不操心吗 培训员工就培训吧 早晚都要走这一步 不仅是帮陈希良的忙 还有蓝凤凰的员工 夏小兰也想一起培训了 她不怕下面的员工变聪明 手底下的人越聪明 上面的人越轻松 只要自己在进步 只要生意在发展 让下面的人有盼头 觉得跟着夏小兰干 有前途 她就永远不会缺优秀的员工 敢一只羊是敢 敢一群羊也是敢 这事儿夏小兰就答应了下来 如何战 如何笑得真诚和善 夏小兰还能不知道吗 我最近没空 你先物色人选吧 阳城那边不是要开店吗 等我寒假了 你把找好的人送到商都 我一起培训 店员不是啥高大上的职业 异地招人不容易 都是从当地请人 阳城的门店 自然请阳城的店员 京城还有两个店 夏小兰得在寒假前 找到愿意去商都 参加培训的店员 经过寒假的准备 年后就能直接上岗了 陈希良想在春天时开业 夏小兰也想自家的服装店 在春季营业 过完年 等她回京城上学时 刘芬和余奶奶也到了京城 夏小兰就不用整天 惦记着她妈妈了